以后你要是想着炒饼 你就像我这样做 盖个鸡蛋连两边蒜 鱼肉还香 花菜去掉表皮的老叶子 然后切成筷子粗细的丝 再切点胡萝卜丝搭配颜色 碗里打两个鸡蛋 少加点盐 用筷子搅散备用 锅里加油 油热以后先加入鸡蛋 把一面煎至定型以后 翻面继续煎另一面 两面全部煎至金黄 盛出来备用 锅里加一勺猪油化开 然后加入葱花和八角 把八角的香味炸出来以后 加一勺甜面酱 然后加入包菜丝和胡萝卜丝 开大火翻炒半分钟 把包菜炒软 包菜炒软以后 加入盐 鸡精 生抽老抽调味 继续翻炒 把调料炒匀 把煮美好的饼丝铺在上面 盖上锅盖转中火 蒙一分钟 饼丝蒙软以后 用快的把饼丝和配菜 重逢的翻拌均匀 最后撒一把蒜苗叶 盐过便加一圈盛醋 再翻炒个五六七八下 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做的炒饼丝 你要不要试试呢